所以接下来音乐单元会有哪些荣誉呢 有请上我们的解晓嘉宾 爱奇艺高级舞动台 耿当浩先生 Live Nation中国董事长 董科先生 有请 欢迎两位 有请二位为我们来介晓荣誉 在介晓荣誉之前呢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时长 要请各位在介晓过程当中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了解到荣誉的拥有者 有请二位好 大家好 我是爱奇耿耿耗 我是宋哥 宋哥老师 其实我们应该站在这儿 办音乐的荣誉已经第三年了吧 第三年了 那您觉得2019年的华语乐坛 跟以往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每年现在已经不是参考 应该是学习 我去年就是我们爱奇艺 三个音乐综艺的忠实粉丝 中国新说唱 我是唱歌员 还有当然乐队的夏天 我是从头看到的 当然还有我们那个每年 我们那个三美 音乐奖 跟爱奇艺合作已经到第三年了 对对对 那么爱奇也愿意为华语乐坛做出更多精致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荣誉 我们请看大屏幕 她是精通编曲作曲的全动音乐制作人 音乐上不断突破壮心 终求极致 继三张个人专辑后 她再度担当音乐制作人 打造2019全新EP Honey 细节和情绪 让每一首歌都充满惊喜 不断前进 追逐音乐梦想 成就了今日耀眼的她 2020爱奇艺尖叫之夜 音乐单元 年度音乐制作人张艺兴 祝贺张艺兴 我请张艺兴先生再次上台 再次接受荣誉 请 谢谢 谢谢 也请艺兴发表你的荣誉感言 嗨 大家好 我叫张艺兴 非常感谢爱奇艺 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所有支持我音乐的人 然后我做制作也有十个年头了 那其实在这里 希望各位能够给制作人 多的一些鼓励 各个方面的鼓励 然后给制作人更多的尊重 让我们的音乐圈子 会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鼓励 我会继续做好的音乐给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再次恭喜一斤 恭喜 请尝下先 谢谢大家